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PCM的Gadget Live 上星期我去了Sony在日本的本部 主要是為了WF1000XM3的發佈會 大家都很奇怪,在發佈會之前的一個星期 我們也做了產品的開箱和一些很簡單的測試 這次是一個比較特別的情況 因為過去的產品的發佈,理論上都是做了發佈會 然後才會開賣,為何這次這麼特別呢 就是開完發佈會,甚至乎我們都拿了產品在手 甚至乎已經有人在用的時候,才再開發佈會 事源是因為發佈會的安排,一早就安排了 但是在7月17日之前的一個星期左右 網上就有耳機的一些資料洩漏了出來 甚至乎有一些很簡單的測試,耳機的功能 都已經趕了出來 所以當時Sony那邊就變陣了 提前把新聞稿發放出來 以及已經立即在網上開賣 所以大家就會看到這個產品為何會開賣 甚至乎我們已經拿了樣本 在幾天之後才舉行一個正式的產品發佈會 是一個比較特別的情況 不過這樣也好,因為我們是預先多了很多時間 去了解這個產品 還有有機會在交通工具 甚至乎我們乘飛機去東京的時候 在那個程機,耳機已經可以試一下這個耳機 在不同的場合之下 那個音質或者降噪的表現都可以試到 變成我們去到日本的時候 跟當地這個產品的一些工程師去聊天 去問問題的時候 香港記者是問得比其他海外的媒體 就倒欲很多的 因為我們過去的時候已經試了產品 其他海外媒體 雖然都已經收到新聞稿 知道的產品是甚麼型號 但實物他們都是在記者會上才看到 而香港媒體就是帶著耳機入場 這方面比較特別 還有很多媒體朋友 我們都試過那個耳機 看到那個耳機 可能有些連接上的 我們出現了一些疑問 或者產品應用上 我們有些可能這樣會好些 我們都有一些意見 給當地的工程師 變成交流上做得比較好 今次過去 因為都跟工程師見過面 有些關於這個耳機的細節 都可以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耳機來說 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比起第一代 真的做多了很多他們的功夫 據Sony所說 這個耳機其實在連接性上 他們是優先要處理的一個目標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這幅圖可能是比較暗 我看可不可以放大一點給大家看一看 其實這個耳機本身 這個設計 你會看到 其實在耳機的免機殼下面 就已經是一個比較大的 一個面積的 一個藍牙天線 其實那個藍牙天線 我們看到 是有一個兩折的設計 所以我們相信耳機 除了是說之前Sony所說 我們可以做一個 二乎的 跟手機連接的 藍牙連線的狀態之下 其實對於一些比較 舊的藍牙裝置 或者舊的手機的時候 其實都會用回 主副形式處理的方法 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是由兩個天線為止,另外其實在實際應用上,在某些情況,一些極少數的情況 例如耳機和電話在2channel接收上,或者連線上是有困難的時候 其實都會改回主腹的方式,這個亦都是大家要留意的地方 因為有些人都會問,會不會是要配搭器材呢? 其實據Sony所說,這個耳機因為它們用的藍芽晶片,就不是Coccam的晶片 無需要配搭Coccam 825、845或者最新的855的手機,才可以做到雙向的2channel連線 比如你用iPhone,都可以做到2channel連線 但如果對於一些比較舊的藍芽版本的手機,有機會是要做一個主腹式的連線 而在主腹式連線的情況之下,我們都試過 如果你用的環境是一個比較多人,或者在市區很多干擾的情況之下 如果在一個沒有干擾的情況之下,就算是主腹式的連線,都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這個就是跟第一代的1000X最大的分別 第二就是這個新版的耳機,大家在畫面看到的電池其實都比較大 可以做到六小時的播放 如果以一個降噪的耳機來說,其實都算是一個不錯的時間 如果你連接充電盒來使用,可以充三次 就可以做到一個一日的電力 這方面也是一個做得不錯的設計 在降噪的表現上,其實我們都試過在不同的版本 在不同的地方,例如在巴士、飛機等 而最特別的是,今次Sony也安排了我們去一個 一個突火車的行程 在火車上面,我們就會試到耳機的降噪能力 在火車上面,為什麼要在火車上面試呢? 因為其實火車,這個是一個比較舊式的火車 在路軌上行走的時候,那個隔音就沒有巴士 或者沒有現在的新式的火車做得那麼好 噪音是比較大,所以他們就用在火車上面給我們試 隔音來說,其實大部分情況之下都做得不錯 最主要就是它可以讓你調校到不同的Noise Cancelling 的模式 這個我可以稍後跟大家示範一下 現在我戴了耳機 可以讓大家試試隔噪模式如何操作 如果你要控制這個降噪模式 首先你一定要在手機上面 即是無論是Android或者是iPhone上面 都要加入一個耳機的Apps 這個Apps來說 所有Sony的無線耳機都會用得到 變成你不是說只是這一款耳機 如果你說手上有幾款不同的Sony耳機 其實都可以試試用這個Apps去做這個耳機的設定 首先我現在轉換給大家看看耳機的設定 我們安裝了兩個耳機 大家會看到現在WH1000XM3和WF1000XM3 這個耳機來說 它會支援AAC和SBC 如果你是使用iPhone的時候 基本上它都是用AAC連接的 首先你會看到電量 電量 左右基本上都是獨立的電量顯示 如果正常的話左右的消耗是一樣的 現在100% 一般來說我們用到兩三個小時 它就會達到70%左右 都可以的 其實這個就不是太大問題 最主要就是如果你是接駁Android的手機 如果有一些Android手機 它本身是沒有AAC的 在那些Android手機的情況之下 就只會走到SBC 就沒有AAC的選擇 但如果一些比較新的Android手機 它是會有AAC的選擇 有和沒有的分別在於什麼 如果是有AAC 基本上整個音域會更廣 即是更多了 但如果是SBC 整件事就會感覺上更薄了一些 所以來說 反而我們覺得這次配合iPhone 的表現反而是不錯的 這個可能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因為有很多Android手機 其實就未必有AAC 它最多就是APTX 或者APTX HD 在這兩個制式來說 WF1000X Mark III 就不支援 所以就行了一個比較入門版的 SBC的制式 這方面就比較吃虧一些 如果是iPhone的話 基本上是AAC 都已經是行到最盡的耳機 可以接受的制式 反而是在iPhone上 這個比較音色上有利 這個耳機的降噪模式 有幾個設定方法 第一個就是彈性音效控制 彈性音效控制 簡單來說就是一個自動化的模式 它會感應到你現在的動作 例如大家現在看到靜止鐘 靜止鐘的時候 那個降噪就會是一個比較 你會聽到外面環境聲音最多的情況 基本上你是沒有什麼隔音的情況 因為靜止 你是一個比較靜的模式 但如果你去到一個行走鐘 走路鐘 走路鐘的情況 它的環境聲音會減少一些 你沒有那麼吵 但你仍然聽到街外的聲音 為何要聽到街外的聲音呢 就是預備你走路 即是街上有很多突發的情況 或者有人叫你 或者有車聲 你會有一定的警覺性 不會完全沒有 這方面就讓你有反應 另一個模式就是跑步鐘 跑步鐘的環境聲音會更多 其實跟靜止鐘的分別在於 跑步鐘就會減低你的車聲 跑步鐘你會見到車聲 在靜止鐘是會沒有車聲 你會見到兩個icon 而你要做到最好的降噪模式 就是乘搭交通工具 這個情況 當然現在我們進來這個畫面 是一個手動選擇的模式 正常我們在外面的時候 你開了的時候 它是會自動選擇你的模式 它會因應你的手機的動作 譬如它經過手機 感覺到你在走路的時候 就會自己跳的 每跳一跳的時候 其實你會感覺到 耳機的降噪的情況 是會有一下的更換的情況 可能左右聲音會突然掉一掉 但這個掉一掉不是接收的問題 而是它轉換模式的問題 如果你說我不想經常 因為我的活動轉來轉去 好像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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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你可以關掉彈性音效控制 改用環境聲音控制 這就是手動的模式 你可以將降噪的比例自己調節 由環境聲音20 就是聽最多的環境聲音 就是降噪能力最低的情況 慢慢向左推 推到最盡的時候 就是降噪模式 其實如果在降噪模式之下 首先它會減掉你外面的噪音 最多 無論是車聲人聲或者低音 第二它本身出來的音樂 在高低音補償 在這個模式之下是最多的 如果你想聽動態最多的 無論是低音 人聲或者一些細節位 將它長期推到降噪模式 就會比較你會聽到最 因為降噪的模式 所以我大部分情況之下 都是開著降噪來聽的 下面有一個Equalizer 譬如你可以選擇你自己喜歡的 它有很多不同的模式 或者關閉 甚至乎有兩個手動 可以自選的模式 這個可以視乎你自己的興趣 或者你自己聽歌的口味 去選擇 下面有一個播歌的介面 你可以看到現在你播的有什麼歌 下面有幾個自動的功能 例如取下耳機時暫停 因為兩個耳機 左右聲道耳機都有一個感應器 如果你是除了下來 基本上它可以停止一首歌 但不代表熄機 它仍然是穿著的 只要你戴上的時候 你可以繼續播放一首歌 下面就是HSEEHX這個模式 這個模式就是 究竟你用不用它裡面的那顆DSP 做一個聲頻的動作 基本上開了的時候 你的中高頻的補償會更清楚 就是Bit Rate會提高 去到24bit的質素 當然你會視乎你們本身用的情況 譬如你說 在一個噪音很厲害的情況之下 或者一個干擾很大的 你可以選擇穩定優先 甚至是關掉這個功能 但當然大部分情況之下 都會用這個音質優先的模式 另外就是左右聲道 左右聲道 它的耳機上有一個觸感器 有一個觸感器的觸感器 你可以選擇左耳機 或者右耳機的各種功能 例如我把左耳機選擇 降噪模式的開關或者選擇 右邊我可以播放暫停 你可以去做這些選擇 如果你有一些新的畫面更新 其實也不需要插USB線 基本上你選擇了這個 語體自動下載 如果它能看到有新的畫面 是給耳機的 基本上它也會告訴你 你是不是要更新 其實配合藍芽就可以了 你又不需要將耳機放回核盒 再插USB線 不需要的 只要你放在這裡 你確認你的耳機有足夠的電量 去做到這個升級 就可以了 耳機本身的設定就是這樣 其實如果它相比 WF1000XM3的大耳牛 它的設定來說 大耳牛是豐富很多的 還有大耳牛的藍芽的 降噪模式也會多很多 我覺得如果你是一般在市區 即是城市裡面 一個很簡單的通勤 即是交通工具上面 用那個降噪 其實WF1000X是比較可以接受到的 雖然它的所謂降噪 未至於完全隔到100% 但在市區來說 如果你帶一個 Headback的耳機出外 其實它會隔得很厲害 即是外面做些什麼事 有人跟你說話 你完全聽不到 但是如果你搭飛機的時候 你想用一個長途機 你想有教訓 這個Headback的降噪能力 會做得比較好 但如果你一般在城市 在市區裡面用 或者你一般普普通通用 這個小的 首先你帶起來 就不會太過不舒服 第二件事 就是你在乾燥能力上 譬如現在我們坐車 或者外出吃飯 有很多東西你不想聽到 這個可以幫你隔一隔 反而我覺得 在天氣熱的情況之下 這個小的就會方便一些 但如果你說 我不是 我想追求到一個 真的完全隔著外面的聲音 這個大的WH1000XM3 是仍然高一班的 其實那個降噪來說 表現就不錯了 有讀者就問 之前也有問過 究竟它跟現在市面上 可能是哪類耳機比較接近 或者比較來說 會不會有哪些可以跟它差不多 我自己覺得 Apple Beat 剛剛新出的PowerBeat Pro 聲底 跟今次Sony的形式 定位是挺相似的 高中低頻 比較廣域一些 不會特別 側去人聲 或者側去音樂 或者側去中高音 整體比較平均 整體比較平均 PowerBeat Pro 而兩隻耳機 最多都是AAC 亦很相似 當然 PowerBeat Pro 在藍牙連線方面 它對Apple的產品支援更加好 因為它有W2的晶片 Sony沒有 但它在連線上 其實我們也試過 先跟iPhone連接 然後再用Android手機 跟耳機連接 其實要切換的時候 也不需要人手 脫掉第一個耳機 去配合第二個耳機 只要你連接 如果第一次跟AACA A裝置 B裝置 各自做一次配合之後 其實你由A轉到B 你就不需要先停A 你直接拿B裝置出來 開了藍牙 去認回這個耳機 它就會自動 discconnect的A裝置 跳去B裝置 這樣的過程 其實都是一秒鐘 或者兩秒鐘之內 做到的事情 切換都算相當方便 這方面 很奇怪 有些行家試完就說不行 但我試了很多天 這個操作也是沒問題的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至於其他方面 其實耳機本身 今次Sony 他們對這個耳機 都有相當大的信心 事實上 我們用過來說 如果以暫時市面上的 真無線耳機 首先 有降噪的 其實已經沒有幾個 幾乎都是這個 藍牙表現來說 雖然 如果我自己的經驗來說 無論AirPod 或者PowerBeat Pro 那個連線 相對會穩定一點點 但這個我是說在iPhone 情況之下 其實在iPhone情況之下 這個WF-1000XM3 都沒有怎樣斷線 有干擾的情況之下 反而在Android手機 因為Android手機的版本 總類、品牌 也有很多不同的組合 變成很難去招呼所有耳機 Sony那邊也有跟我們說 他們也試過很多的耳機 試過很多的手機 但未必完全新出的手機 他們都會試過 他們會陸陸續續去更新 但譬如一些主流的 譬如Samsung S10 那類Android手機 其實連線的穩定性 都相當之高 反而其他的手機 如果你說我真的不太相信 或者可能你自己用的那部手機 究竟對這個WF-1000X的連線是怎樣的呢 建議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手機 去一些耳機的店舖 或者是Sony的展示 試一下連線表現 再去決定買還是不買 但如果你是用iPhone 或者是Samsung Galaxy S10 那類比較大老的手機 基本上的連線已經比第一代好很多 好了,我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希望剛才所說的資料可以幫到你們 如果大家對這個耳機還有什麼疑問 可以在PCM的Facebook專頁留言 我會盡量試了之後再告訴大家 至於之前有朋友問 和一些新的耳機 未推出的耳機怎樣比較 我們會等到一些新的耳機到了之後 再和大家比較之後再做一些補充 好,那就到此為止 拜拜 稍後 月 今晚 也許 於是 還未還 發生 任何